大家好啊 有人说让我说说民进党的派系啊 我简单的吧给大家读一下吧 有一些这个网友留言啊 说不懂什么叫派系 特别民进党为什么弄作派系 咱讲讲民进党的派系历史 民进党成立啊是在1986年啊 成立的非常短时间 前身叫台湾的党外运动 党外运动标志事件呢 就是1979年的12月10号 发生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 1980年3月啊 高雄美丽岛事件呢 与警备总部军啊军法处开庭 被告有张俊宏啊 黄信介陈局还有姚家文 施明德还有这个吕秀莲 还有最后一名叫林洪轩 都在法庭上受审 那这几个人呢 是美丽岛事件的这个重要人物啊 其中有几位啊 现在还活跃在台湾的政坛 民进党早期有很多主要领导人啊 都和美丽岛事件有关系啊 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啊 张宏轩吕秀莲陈局 张俊宏 姚家文这八位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 除林洪轩外 其他七人都曾经在出狱后 担任民进党主席或代理主席 民进党其他领导层的人物啊 诸如这个江鹏坚 许信良 陈水扁 石拓 苏贞昌 戏长亭 游锡坤等人 也都与美丽岛事件有关 1986年9月啊 28号 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于台北原山大饭店举行 132位啊 与会人员签名组建民主进步党 简称民进党 民进党是由多个党外组织啊 组合而成的 就是他这个党是党外组织组合而成 因而啊 也就演变出后来的诸多派系了 所以你要理解啊 民进党他是组装出来的啊 组装啊 所以就派系 1986年9月28号啊 像游锡坤 谢长廷啊 还有严谨福 费熙平 游青 黄玉娇等人呢 都在原山大饭店集会 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尽管2060年7月23号 民进党这个全代会通过提案 解散党内所有派系 但派系啊 仍然是民进党内 变换为基金会 智库等形态存在 就是根本没有消除掉 目前啊 依然存在于 民进党派系 党内派系 大家听好了 有新潮流 新潮流系 鹰派 正常国家促进会 简称郑国会 绿色友谊连线 还有 永延会等 这个新潮流派系啊 成立于1983年啊 当时啊 简称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 是民进党成立之前就存在的派系 以新潮流杂志的编 编才与撞稿人为班笔组成 该派系啊 早年的主要正纲啊 为中间 偏左 群众路线 以及社会民主 近年呢 则以务实为导向 明确的正纲 与强而有力的派系纪律 使该派系成为民进党内 最具实力的派系 早期代表人物有邱逸人 吴乃仁 洪七昌等 现今活跃的派系人物是赖清德 陈菊 郑文灿 美丽岛系 成立于1984年 实称啊 党外公会 党外公正会 曾与新潮流系的前身 党外编联会 一起是建党之初的两大派系 1979年 黄信介创办了美丽岛杂志 同年呢 因美丽岛事件被捕入狱 美丽岛系 黄信介许信良等美丽岛事件当事人为代表 但随着96年之后的许信良退党 1999年呢 黄信介 世事 等因素 逐渐没落 其成员后来转入到新世纪办公室或新动力办公室 还有一个叫福利国连线 谢长廷 结合游卿 苏真昌 姚家文等 1992年成立 代表人物 还有海纪会董事长 叫张俊雄 2006年啊 派系解散后啊 内部分裂为 谢长廷为首的谢系 和苏真昌为首的苏系 现在啊 谢系已经示威了 正义连线呢 成立在1992年啊 是由陈水扁创 是陈水扁在党内的主要力量 除了陈外啊 还有这个前立委叫沈富雄 记住啊 还有那个沈富雄 高志鹏等人呢 后来陈水扁解散了扁系 要员大多并入了这个正国会 正义连线 那新世纪国会办公室啊 成立于1998年 以海基会前副秘书长 民进党的建党元老之一 张俊鸿为领军 由美系中 美系中壮派党公支援员组成 新动力国会办公室 新动力国会办公室 成立是1999年 由时任立委叫许荣书 结合剩余的美系山头组成 许荣书后来啊 又于2009年成立了人民最大党 人民最大党啊 党派理力 党中有党啊 党中有党 一个党不行咱再换一个党啊 就像我我之前给大家录过吧 这是啊 震动棒 这个党不行 不能高潮 换个党 换个党 党一个党加一个党 是不是 有时候党一上去啊 就高潮了 有意啊 还有绿色友谊连线 又绿色友谊连线 成立于2004年 经营啊 阳信商业银行的陈胜宏 任绿色友谊连线 创设派系时的总招 主要由过去部分美系人马组成 由于啊 这个掌握雄厚财力 以及啊 万张以上的选票 经营绿色友谊连线的陈胜宏 薛灵夫妇啊 有海 有海水会冻兵的实力 这我也不知道啊 台湾能结兵吗 现任民进党立法 立委叫陈志伟 是薛灵的儿子 记住 民进党立委 何志伟 何志伟是薛灵的儿子 陈胜宏为继父 你看这个关系啊 主流联盟 主流联盟成立于2000年 代表人物交集人叫蔡同荣 已于2014年去世 2000年呢 陈水扁掌权以后啊 蔡同荣结合福利国连线 正义连线 以及新世纪 新动力等部分势力 形成了松散的主流联盟 最后一个还有叫台独联盟 成立于1978年 实为台湾党外助选团 1987年改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 主要是1988年 反台的海外台独人士 反台后的这些人呢 逐渐形成民进党内第三势力 以曾在哈佛留学的李应元为代表 96年底啊 台独联盟中主张激进台独的李振元 等令组建建国党 又分裂出去一个建国党 党中有党啊 都让你高潮 一边一国连线啊 成立是2010年 由陈志忠主导 有没有 这又下咋了 陈水扁的儿子又下了个咋 陈志忠主导 一边一国连线 由已经解散这个扁系为主组成 把老爸的这个人马就接过来了 主要代表人物有许天才 陈唐山 陈志忠 又称啊 一边一国行动党 还有一个叫三个够啊 够够够连线 够够够 我觉得这个党可以试试啊 是不是 万一高潮了呢 够够够啊 成立于2010年啊 是以吕秀莲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 吕秀莲啊 够够够啊 你看看 这这这党啊 这党名现在越来有意思了 下回叫no no no 正常国家促进会啊 简称郑国会 成立于2010年 以游锡坤为代表政治联盟组织 要员有林家龙 刘建西 基隆市长叫林又昌 立委 蔡世应 吴其名 于天 刘建国 陈廷飞 刘宅豪 杨卓 前立委 高志鹏 周雅书 还有鹰派啊 鹰派就是先任领导人蔡英文啊 鹰派 2016年形成啊 你看看 这党派也林立吧 是不是 派系也林立 16年刚刚形成的啊 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啊 以陈明文 陈其脉 翁 翁 翁 梁 为代表 与新潮流系保持友好关系啊 蔡英文呢 曾否认鹰派为派系 表示啊 民进党已解散所有派系 但还是被众多人呢 认定不起为民进党的主要派系之一 鹰派啊 以2016年 由蔡英文所出版的书 鹰派为名 以小鹰之会 为主要组织形式啊 那还有一个叫永延会 成立2016年啊 以三立电视台董事长 叫林昆海为代表 俗称海派 谢系示威后啊 林昆海聚集谢系政治人物的派系组织 以立委王定宇 三立前主持人 现任立委 叫林楚音为代表 是民进党少数蓝绿通吃的败气 记住 所以你看 有时候看三立啊 你会看到 是不是啊 还有一位啊 那个那种形象呢 是吧 每次给你 哎呀 大陆人民啊 给你给你解释很多 啊 像像红小孩一样 给你解释很多事 你可以看到三立啊 大陆两边通吃 所以海陆两栖嘛 是吧 水陆两栖 三立啊 你看到 永延会就这种水陆两栖 但林昆海本人呢 并不具有民进党的党籍 所以他海陆两栖 人随便吃 还有个叫黄伟哲系统啊 黄伟哲大家知道 是那个 台湾著名一个爱国 爱国一个女士的哥哥 自2018年 黄伟哲担任台南市长以后 自由时报 其实都是抱团 抱团 抱成一团 拿到这个权力以后啊 各派系要分赃 要把这个权力再分下去 哪个地区归我 哪个地区归你 大家来分 所以这个其实啊 我觉得你要说民进党完全 完全是脱离群众也不是 他把利益也分给当地人了 这些人跟他干的都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啊 这个有时候自由民主 政党政治 是吧 最高级 所以 你说你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共产党不也是 拿了政权 给下边人分 分了利益 其实你说民进党 各个党 只要有党啊 我说 只要有政党 他就有这种利益刮骨 对吧 为了各自的利益吗 往大了说 为了国家利益 为了民族的利益 往小了说 是吧 为了谁谁谁的利益 哎呀 看政治看多以后啊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把政治 好像什么什么党 好像中国共产党 和民进党 是有不同区别的 大家就 错误的认识 党这个东西 只要阻挡了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违反党纪了 也要处理你嘛 共产党也处理一批 民进党也处理了 以后违反党纪的 民进党也处理 你说这些党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 只是民进党把这些派系啊 拉拢到一起 组成了一个叫民进党 但是他在党内斗 你看民进党党内斗争 也非常激烈 中国呀是什么呢 是反过来了 是共产党啊 跟党外的那帮人斗 其实斗的也挺激烈 这帮人呢只是回不了中国 我只能说到这儿啊 你基本也就理解了 一个是把这些党啊 咱都包在一起 一起来分这个天下 但是呢 私底下斗来斗去 共产党呢 是我得天下 我来分 把其他党啊 挡在外面 那其他党有些在外面 像阻挡的那帮 天天在骂来骂去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看他们就是大同小异 咱们中国人啊 看看就好